第二章 耶穌為天下人作挽回的祭 我小子們,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乎那裡 我們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單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我們若遵守他的戒命 就曉得是認識他 人若說我認識他 卻不遵守他的戒命 便是說謊話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凡遵守主導的 愛上帝的心在他裡面 實在是完全的 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 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黑暗光明的反對 親愛的弟兄啊 我寫給你們的 不是一條新命令 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 舊命令 這舊命令 就是你們所聽見的到 再者 我寫給你們的 是一條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們也是真的 因為黑暗漸漸過去 真光已經照耀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 卻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 還是在黑暗裡 愛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 並沒有半跌的緣由 唯獨恨帝兄的 是在黑暗裡 且在黑暗旅行 也不知道往那裡去 因為黑暗叫他眼睛核了 小子們啊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的罪 直著主命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 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聖了那惡者 小子們啊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 父 愛世和愛父的反對 父老啊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 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上帝的道 常存在你們心裡 你們也聖了那惡者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因為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 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上帝旨意的 是永遠常存 小子們啊 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 那的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 的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 我們就知道 如今是末時了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營救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 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高 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 我寫信給你們 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們知道 並且知道沒有虛方 是從真理出來的 誰是說方話的呢 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 不認父與子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 凡不認子的 就沒有父 認子的 連父也有了 主應許永生 輪到你們 無要將那從起初 所聽見的 常存在心裡 若將從起初 所聽見的 存在心裡 你們就必住在子裡 也必住在父裡 主所應許我們的 就是永生 我將這詩話寫給你們 是指著那 引有你們的人說的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高 上存在你們心裡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高的教訓 住在主裡 行公義的都是主所生的 小子們 你們要住在主裡 這樣 他若顯然 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據 當他來的時候 在他面前 也不至於慚愧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 就知道 凡行公義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 好嗎 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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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